明朝末年 兄弟镖局接了一单付诵千连鼓誉的任务 可谁又能想到这鼓誉 会为他们带来杀身之错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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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你醒醒 大哥 大哥你醒醒 大哥 大哥你醒醒 大哥 哎呀你干什么玩意你 你睡会儿觉就那么费劲啊 操操 大哥 你没死啊 死什么死 我困完了我都 你困了 那刚才来结彪的你在这睡觉 我以为你快死了呢 彪被结了 彪被结了你咋不上呢 大哥 我不是 怕吗 怂 大哥那班人还没走远的 你们把他追回来 这话你说的好像我不怕似的 大哥你这样我有个主意哈 咱俩被人结了这么多回来又有经验了 咱俩为啥不结别人呢 对不对 咱俩结了钱 回去还有个交代 对呀 咱俩老被结 有经验 酒病成良医啊 对呀 一会儿来人啊 谁来结谁 行不行 行 就这么定了 一眼没定 看清楚了 我结 你 你上哪 换不上 哎呀你不做得狠吗你 不是你你狠呢你 老弟 你挺怂啊 大哥你说我怂我还能怂 大哥这样啊 咱俩一起上 敢不敢 有本事你先上 跟着我哦 走了 把你靠开 干啥呢 不是那个 是那个 是 好尴尬呀 跟着你 你倒凯了吗 你 你钱掉了 哪儿呢 可能是在这儿呢 哦 可能从我兜里掉出来的 对对对 谢谢 哎家家你过来来 哎家家 哎家家 你过来 大哥 干啥 你干啥去了你啊 我我 我 溜了一圈 不是 大哥你刚才干啥呢 怎么还给钱呢 不是 不是他说好抢钱 还给人家钱 是人家高点 壮点 给你吓成这样啊 说好得狠的 惊艳的 在哪儿呢 钱怎么没抢来呀 这样嘛 一会儿我打劫给你看哦 学好了啊 一会儿来谁 我抢谁 知不知道 行 看好了 好好好 送个示范给你看 给我站那儿 哎 那小孩 回来呗 你咋不狠呢 我刚才声音可能有点小 他没听见 你倒是狠呢 哈哈哈哈 这小孩啊 我跟你说啊 对不起小孩你不行 对不起小孩还得看我的 拉脑 你看着啊 小孩 你给我过来 我咋的 你 叫我家小孩 是不是你 是你 你叫我家孩子 什么事啊 啥事啊 说呀 那个 马上过年了 我给孩子拿俩家退钱 啊 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哎呀大哥一把钱没有老包 高兴老包 一哪儿没 你就把你上给你这玩意儿 那是我怎么下去 哎哎我跟你说 我终于总结出经验了 咋经验了 是男的 咱俩都结不了 那啥意思啊 有本人咱得结女的 结女就能结了 大哥你说啥呢 嗯 你说啥呢 我说结女的呀 有骨骑 我欣赏 我一直没走过头 对他结女的呀 对对对对 哎 大哥大哥 大哥 大哥 你看这个女子挺柔弱 咱俩啊 就抢她行不行 行你等着等 看我的啊 一招置你 放心 来 把钱给我叫转 这是啥情况啊 我都蒙圈了 小废话 把钱给我拿出来 不是大姐你是干啥的呀 我这么明显 你都看不出来我是干什么的吗 啊 清楼的呀 哎呀 那是以前 现在是解匪 我这兜里是真没钱的 我 你呢 不是 我们平时标示 出门也不怎么带钱 但特别 你不瞒钱 我就宰了他 那我没钱 哎哎哎 不是你你你你刚才 你从来都是 那不是都是 不是钱的什么玩意 那是 大哥你说什么呢 你要等我兜里这个钱 对啊 大哥 这个钱别人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吗 这个钱 可是我明天早上吃馄饨的钱 好尴尬呀 那个什么 我那个 哎哎哎 我重要还是这个馄饨重要啊 啊 你干啥去 我形色形色 你我 啊 这破试还用形色吗 不是大哥 你能别逼我 你跟馄饨在我心中 都特别的重要 大哥你别生气 我跟你分析啊 你想想呢 馄饨能够填饱我的肚子 对吧 而你大哥 馄饨重要 好尴尬呀 来 别杀了 我不得 行了 你俩都别给我整个没用的 没钱是吧 那我就动手了 一 二 三 慢点 那个 大姐 看来这节我逃不过去了 我能跟我弟弟说句话吗 老弟 看来 大哥逃不过这节了 我希望下辈子 还能做你的哥哥 哥哥 弟弟 哥哥 弟弟 哥哥 你说你说你是哥哥 我是弟弟 你要为我这样的主意 啊 灿难的路也要在 弟弟 哥哥 我 干什么呢 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呢 你们两个啊 啊 碰瓷儿呢 你们两位 没动啊 哎呦 我的妈呀 黑狗来 来这慢动作 你们这干什么呢 不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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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 不了解我俩的那种情感 我俩情感特别深厚 我不猜 我明白了 你想替他去死 是不是 对 那我成全你 呀 大伙儿 大姐 在我死之前 我想跟我大哥说几句话 大哥 下辈子 我还想做你的弟弟 弟弟 哥哥 弟弟 哥哥 弟弟 哥哥 你说你是哥哥 我是 你要为我这风当中 哥哥 在难的路 哦 哦 哦 弟弟 弟弟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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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等等 这弟弟 是不是觉得我能陪你俩玩啊 不是 哈哈 不是 不是 大姐 你可能不理解我们男人之间的这种情感 对对对对 男人之间是什么情感 男人之间就是 弟弟 哥哥 你说你是哥哥哥 他不合适 你不要为我这风当中 才难得 停 这下你俩满意了吧 啊 这下公平 送你俩上楼 下 住手 谁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从此路过 留下买路财 不是 什么情况 大哥 哎呀 那个 这位大哥这位大哥 误会啊 误会误会 其实啊 咱俩是同行 今天在你的地盘上多有得罪 改天去我的山头我请你喝酒好不好 哈哈 你跟他们两个不是一伙的呀 你看你这话说的 他俩啥气质啊 我是啥气质啊 是不是 走吧 谢谢 谢谢 哦 走了 慢走啊 媳妇 走开 不是 你说啥 拿上咱们的钱抓紧走 嫂子 不是 把他给我包上 不是 我告诉你们 嫂子挺好的啊 滚 你怎么给嫂子说话呢 行了 我告诉你们 有钱赶紧拿钱 没钱我可就要杀人了 有钱 钱都在我媳妇那儿呢 对 嫂子 把钱给人家吧 拿来吧 大哥 给 就这么点啊 啊 你们仨人出来 带这点钱呢 嗯 我媳妇有点抠 我告诉你们 没钱我可就杀人了 我看看先杀谁 别别别 别别 为什么 杀命来 刀下留人 老五 大哥二哥 我来救你们 大哥 老五五根高强 一定会救咱们出去的 对 那就试试吧 来吧 你 有 五弟 大哥 谢谢 五递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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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就救你们出去 好 好 我爱你 亲爱的姑娘 见到你 心就慌张 风吹着 羞长的头发 敬伏着我 那一米醉的眼 没人来 来 给我 你弟弟把我这搞对象来了 不是 我五弟以前是采花大盗 恶习改不了 对 单身多年 还有一句话 畏惧啊 没有哥们再来了吧 没了 那好 那我今天杀了你们 处战呢 谁呀 我一猜就知道 你们两个标识 刚刚跟我装死 想忙过我没那么容易 刚快交出千年骨玉 你是谁啊 你关我是谁 交出千年骨玉 什么千年骨玉 老四 就是你兜里那个东西 谁是老四啊 我兜里有啥呢 老四 昨天晚上我跟大哥 不给你的吗 我们几个 昨天晚上 我知道了啊 老二 老四这个办法特别好 就假装不认识我们 陌生人 带着骨玉 快跑 老四出名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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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呢 跟什么 记什么眼哪 拿我当 当傻子呢 我告诉你 要是交不出千年骨玉 谁也别想活着出去 哎呀好 在我的山头 还能让你们给欺负呢 兄弟们 给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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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这下咱俩安全了 我跟你说 二弟 咱们不会武功行走江湖啊 就得靠脑子 一定要记住 好人必将会有好报的 拜拜 再见 有缘再见 有缘再见 大哥 咱俩有这么多金银财宝 这回咱俩可真法了 哎 你这小风 吹得我还挺舒服啊 啊 哎 你说这小风 不会一会儿变成 大风大浪吗 大哥你说啥呢 咱俩当了这么多年海盗 这小风能变成大风大浪吗 听我的 不可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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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哥 你这么说什么 来什么呀 啊 啊 趙哥 哎呀 哎呀 我 大哥 咱俩在岛上 已经被困了三天三夜了 你说咱俩 还能逃出去吗 不行 我太困了 让我睡一觉 大哥 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睡 你这时候睡着 真正睡着了 醒不来了 不行 我太困了 大哥 你别睡 大哥 你这样啊 我给你讲个故事 我听说讲故事 能分散人的注意力 大哥 你还记得 你三十五岁生日那天吗 我跟嫂子给你过生日 你喝多睡着了 然后嫂子看着我 我看着嫂子 嫂子的脸红扑扑的 她跟我说 家家 要不咱俩进屋 什么玩意 你干什么玩意 什么进屋干啥去了 进屋 哎呀 进屋给你拿被子 怕你着凉 你这长得意境一大 吓死我了你 又睡了啊 大哥大哥 你别睡 你睡得真起不来了 大哥你听我给你接着讲 给你拿完被子之后呢 嫂子又偷偷地看着我 我又看着嫂子 嫂子的脸还是红扑扑的 嫂子跟我说 家家 要不咋俩 洗一洗 你洗什么玩意 还洗洗 你洗什么玩意洗啊 洗 洗一碗还能洗什么 你睡着了谁洗碗呢 你这一天怎么说话 那么吓人呢 怎么一天天的 你说我也不睡 我怕你睡着嘛 你这一天 你精整些没用的 你说你啊 咱俩好好当了海盗 你非得说 结婚之前 要整一个疯狂的单身之旅 咱俩偷门就把船开出来了 这下够疯狂啊 不仅是疯狂 咱还遇着狂疯了 让狂疯给咱吹着破岛 三天没走料 大哥 我现在挺不住了 饿得肚子咕咕叫 没事没事 咱俩先早点吃 吃 吃 肚子 大哥 你这有那个蘑菇能不能吃啊 能吃啊 那咱吃 那你有毒呢 没事 顾了那么多了 先尝尝 哎 等等 大哥 那边好像有人 危险 快快快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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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酒 哎 祝酒 那个 你干嘛这么残忍呢 这么残忍对待蘑菇啊 跟你有仇啊 你这采完我们怎么吃啊 哎 你们两个是什么东西 是人类吗 哎 不是 我俩这个是不是人类 这 你看不出来吗 哦 那既然你们不是人类 你们又是什么呢 不 大妹子你怎么说话呢 我俩是被海风吹到这个岛上的 我们是人类 你谁呀 我是这个岛上的居民呢 那你叫什么名字呢 说起我的名字啊 跟我出生那天有关 我姓白 我出生那天呢 我的爸爸送给妈妈 一捧百合 所以我叫白一捧 哎 你跟明星就差一捧呢 哎 哎 哎 那个你那吃的能给我俩吃点吗 不能 为啥呀 不想给 哎 不是你 你既然不想给你说有干什么玩意啊 对啊 你就说没有 骗不一下不就完了吗 我为什么要骗你们呢 我跟你们说 在这个岛上没有谎言 真的假的呀 真的 在我们这个岛上 如果说谎 就会受到惩罚 真的 不会骗我们吧 不会啊 那我问问你啊 那你说我 帅不帅 不帅 哈哈 挺诚实 挺诚实 诚实 诚实 哎 那我问你 我 帅不帅 丑 哎 不是 真诚 你说啥 ugly 丑 就磕撑 难看 看你两句想吐吧 想来踩两脚 哎 去去去去 果然是只说死话啊 你晒点去 哎 那我再问你啊 你美不美 美 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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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情况啊 我撒谎了 哈哈 不是 我觉得你长得还行啊 我化妆了 哈哈 贴两层睫毛呢 你看 我的妈啊 唉 我这么跟你说吧 在我们这个岛上 真的没有谎言 一旦撒谎 就会受到惩罚的 我的妈 这谁定的规矩啊 我们岛主啊 我们岛主 是制定规则的人 只要违反他 就会受到惩罚 你这岛主也太吓人了 咱赶紧走吧 这特别厉害了 咱俩容易死 走走走走走 谢谢 我的妈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的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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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明天有所远程的未来 让我拥挤过 要拥挤过夜色 尽量你管人家的未来 停 不是 那一捧啊 嗯 他们是谁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岛主 他是这个岛上权力最大的人 而且他有办法带你们出去 真的啊 有办法 这太好了 全体力重 今天 是我们祈福的日子 我不希望任何人出纰漏 那个 岛主您好 我俩是 好 来 来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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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岛主 我俩从来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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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今天开始 在新的一年里 愿丧昌保佑我们 有一个美好的春天 愿丧昌保佑我们 有一个美好的夏天 愿丧昌保佑我们 有一个美好的秋天和冬天 愿丧昌保佑我们 有一个美好的星期天 你们是谁啊 说什么 口号不会喊吗 是不是比我惩罚你们 岛主岛主 这两个人虽然是外面来的 但是心地很善良啊 是 你们是谁 我我我我 咋说 他们都是没有谎言 谁要变个结果 骗他 我不会撒谎 我一撒谎就露事 你好 我是那个地理学家 对对对 我来你们这儿呢 就是看你们这儿 那个矿产丰富 我开发你们 然后你们风和日丽 然后身体健康 嘎嘎好 感谢你们呢 只要你们能开发我们岛 我们什么都愿意啊 来 大白起烟 那咱们就吃点东西 对对对 想吃什么 尽管点 好好好 吃东西好 那个服务员 点菜 先生你好 我们这里有 夫妻废片 哇 骨肉 香脸 嗯 蚂蚁 上市 清风 徐来 你想点点什么 那个我全都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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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岛主 这是什么情况 先生 二位有所不知啊 这是我们岛上的规矩 服务员和客人之间 点菜的时候 要像谈恋爱一样 秀色可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北京太好了 刀主 我想加俩菜 加 哈哈 不是 胡云 加菜 先生你好 本店的特色有 夫妻废片 骨肉相连 啊 啊 啊 蚂蚁上树 清风徐来 你要啥 滚 好的 这 哎哎哎 哎 哈哈哈哈 滚点 哎呀 不是那 对不起啊 我不要了 客人呐 咱们岛上有150多个服务员 就这一个男的 让你给掏上了 哈哈哈哈 命啊 那这样 再推荐一道菜 那个岛主算了 那个我已经酒足饭饱了 对对对对 大事 好好好 说点正经事 那个大哥你过来你过来 那个什么 快问岛主想办法咱们怎么逃出去 放心 快点 那个岛主啊这样 我们来的时候那个船啊坏了 我今天能从你这条船 那没问题 把船开上来 啊 那个 我们这趟航行啊路途比较遥远 我们这经费呢比较紧张 我懂了 把财宝拿上来 二位人 哎 只要你们能开发建设我们的岛 我们在所不辞 来 这是我们岛里所有的财宝 二位 我们岛上的建设就靠你们了 不是 这我们可以拿走吗 都可以 我拿走了 那个你放心啊 我们都是厚道人 我们绝不会伤害这个厚道人的 好 太棒了 哈哈 大哥快点一会露馅 等一下 啊 你们走之前 我要用我们岛上最高尚的礼节 来祝福你们 让我们跳起来吧 再见 再见 有缘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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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大哥 啊 其实咱俩有这么多纪念财宝 这回咱俩真发了 哎呀 哎呀 你说小风吹对我还挺舒服的啊 不会一会变成大风大浪吗 大哥你说啥呢 咱俩当了这么多年海盗 这小风能变成大风大浪吗 听我的 不可能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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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不要 大哥 怎么说什么 来什么呀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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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在岛上 已经被困了三天三夜了 你说咱俩 能逃出去吗 不行 我困不行了 我必须得睡会儿 大哥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睡 这时候睡了 斟就起不来了 不行 我困我 大哥 大哥 那你听我 我给你讲个故事 还记得你三十五岁生日那天吗 那天我跟嫂子 桃花圣树桃花园 临近水园 便舍穿 天言一语 我当道 莫快轮回 一波年 土耳门 练功可是一件很苦的事情 你们能坚持否 能 好 那我就根据你们不同的天赋来教导你们 你们都擅长什么呀 我擅长耍棍 好 那我教你棍扫一大片 你呢 我擅长耍枪 我教你枪挑一条线 那你呢 我擅长轻功 好 我教你神清好似云中焰 那你呢 我擅长追女孩 过来 那你教师傅怎么追女孩啊 靠颜值的 师傅 你不行 你说师傅不行是吗 好 那你以后练葵花宝典吧 孩子们 你们要记住 只有你们相容以沫 才能将本门武学发扬光大 待你们学成之时 师傅就把本门的秘籍交于你们 谢师傅 明朝末年战火纷纷 神机老人为解救苍生 将毕生所学传给四位儿徒 转眼间三十年过去了 二师兄站住 别去了 二师兄站住 二师兄你给我站住 站住 二师 来呀 姑娘 看没看着刚才我追那个人 往哪个方向跑了 你瞎呀 这不跟着站着呢吗 哦 你也不知道是吧 那我上那边看看去 你给我站那 哎呀 二师兄 哎呀你怎么跟这呢 这么巧 师弟 你挺厉害呀 我跑了一天一夜 你生生追了我一天一夜呀 哎呀 你就这么在乎我怀中的武林秘籍吗 不是 师傅让我过来看看你 看我啥呀 你这师傅说你不好好练功 师傅教你这鸳鸯刀 你这家糊糊撩 撩了一天一夜 累得我一天一夜 累死我了 你还好意思说我 你好好练功了呀 你说那 我那功能练吗 我 咋的 师傅让我学的是 葵花宝典 那破书 我翻开第一夜 我就知道 这是功我肯定不能练 为啥呀 还为啥 他们为啥 乍用问吗 我不识字啊 这好多 这位书 全个字 一个图都没有 我上哪认识去 师弟啊 师哥告诉你 葵花宝典 要是有字 有图 就成了禁书了 人别讲得没用的 我跟你说 大师兄和三师兄 他们俩已经联合了 你知道吗 就奔着你这个秘籍来的 听个声音 他们马上就要到了呀 怎么办呢 咱们 见机行事吧 行 来了 来了 谁啊 咋不动啊 吃桃去吧 吃桃吧 哎呀 二位师弟 好巧啊 这么多年不见了 今天在这儿遇到了啊 那个大师兄 三师弟 我们俩还有钥匙在身 对对对 告辞 告辞啊 走 慢着啊 干什么 咱们是不是应该 哎 来 咱们是不是应该 喝一杯酒啊 好 好啊 那咱就喝上一杯 喝一杯 来 来 干了 干 哎呀 这酒也喝了哈 是不是差点菜呀 老婆娘 来一碗西湖醋鱼 来了 刚出锅的西湖醋鱼 慢用啊 来 大师兄 请慢用 哎呀 四师弟呀 你点那个菜不怎么样啊 闻着就特别的行 看我的 这 这 来 大师兄 你再闻一闻 哎 这不行了哎 好一招西兴大法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西兴大法 那好 我们今天就借着这条鱼 比比内功如何呀 谁怕谁 来 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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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别吃 大师兄 三师弟 看来咱们的内力旗鼓相当啊 我跟师弟还有重视在身 我们告辞 咱伙 你们四个谁把账结一下啊 谁走谁结账啊 咱们再一起叙叙一集 对对对 再落你 少废话 谁结账 老板娘 你怎么跟我三个师弟说话呢 你说我 哎呀呀呀 气死我了 你看这事闹得给大师哥气的 这饭没吃完酒没喝完呢 就要结账 我来我再来一杯 我再来一杯 来来来来 哎 三师弟慢点 我敬你 来来 哎呀九六度 九六度 哎呀 好尴尬呀 好尴尬呀 怎么就我来呗 我请啊 行我请就我请 来啊 几位师哥我请 呀我没带钱 我没带钱 师哥我没带钱 你咋的 那个大盘你是没带钱是吧 对对对对 那我来帮你结 行好 来给你 你帮我接就从我这儿掏是吧 那好像怎样啊 行不行 你俩别装了 大师兄 在这里 结完了都 突然舒服了好多呀 是这样啊 我俩还有要事在身 告辞 告辞 走 马上 你们知道 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吗 不是 你俩要干啥呀 今天你们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你知道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 今天是 你 你三十天以后 我的大喜的日子 停停停停 停停停 大师兄 三十弟 你俩就不要在我面前装了 我知道 你俩是为了我怀中的秘籍而来 那你们今天话都说到在这个份上了 看来咱们师兄弟是难免有一场厮杀了 不如咱们光明正大 咱们以武功论高低 好 比就比 谁怕谁 来吧 那咱们开始吧 回花 点击手 我放住你的下满 我的腿 我的腿 你来啊 来你上啊 回花点击手 这样啊 咱俩决于此战吧 那我们 就我们毕生学学 决于此战怎么样 来吧 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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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断性意 来 起来 来 哎 我听了太多了 我的 现在有个好办法 咱们比比剑法 决一死战 谁能坚持到最后 我这本秘笈 就是谁的 怎么样 好 兄弟们 出手吧 叶 不好 叶 我的已经是你 已经是我的 叶徒住手 叶徒啊 你们在干什么 啊 当初你们四人孤苦无依 我将你们收入本门 就是希望你们能相濡以沫 将本门武功发扬光大 可是你们呢 你们忘了你们的初衷啊 也罢 这一本 才是你们要的秘籍 拿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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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徒 叶徒 哦 玩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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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栋 你敢把大家都叫出来啊 师父说我们四个为土地 我有个提议 不如我们四个结拜为异性兄弟吧 好了 我 子栋 我 家家 我 一鸣 我 大潘 今日在此结为异性兄弟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相濡以沫 将本门武功发扬光大 好 走吧 叶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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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秦海了 我 张子栋 我 崔志江 我 张一鸣 我 潘兵龙 今日在此结为异性兄弟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相濡以沫 将本门武功发扬光大 大家好 我是辽宁民间艺术团团长 杨树林 我非常地激动 下午总导演偷偷地告诉了我一个消息 第三季欢乐喜剧人 让我带领一支队伍前来参赛 作为助演变主演的代表人物 他给了我一个特权 可以在任何团队的助演当中选出一位 跟我搭档 今天 花落谁家 掌声有请所有的金牌助演闪亮登场 好 下面请各位自爆江门 大家好 我就是江湖上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车在车不开 人送外号中国好舌头的宋小芳 树林 如果第三季我要能进取成功的话 第四季我给你个机会 我让你当我助演 好 就凭你这句话 你被淘汰了 回家 算你喊 下一位 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魏祥 大家好 好 停 停 我从第一季就站在这个舞台上 24期了 我怎么没见过你 姐姐 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是小青啊 我想起来了 小青是你演的 对 第一季第一期的时候 和沈腾 那个美国大兵也是你演的 对我就拿个枪对着沈腾 然后然后就 那就是我演的 你呀是一个好演员 谢谢谢谢 人物塑造的非常好 谢谢 就是化妆把你坑了 演到现在没有人认识你 谢谢 今天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一定要把握好 对对对 我从第一季 参加了一二三期之后 就去拍戏去了 嗯 在我回来之前呢 王宁爱伦就一直是 第四名第五名 第四名第五名 我回来了以后 第九期那个复活赛 砰一下拿了一个 当周的冠军第一名 然后我就仔细琢磨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第一啊 跟他俩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好演员 好演员最大的特点 就是不要脸 下一位 大家好 谢谢大家 我是混了喜剧人 第三季的总冠军 什么情况 第二季还没结束 你就第三季总冠军了 你不认识我呀 我是德云社的 郭麒麟 德云一哥 不是 你不管你几个 那怎么 谁定的呀这是 这我跟我爸都商量好了 我爸说只要我来第三季冠军 准是我呀 欢乐喜剧人把你爸爸买了 是不是 我爸爸欢乐喜剧人买了 不 不 可不可以入股 一 咱俩合同 你爸爸就是给谁买了不到 你爸爸只是给谁买那 Ο 那我 Io 你快 坐 哎 缺个人呢 金牌女助演 张小斐哪是呢 张小斐 我在这儿呢 张小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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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小斐走 来来来来 我还没比呢 怎么是张小斐 选完了 就选他了 这是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张小斐把你抢给折了 孙老公你说什么呢 你嘴能不能放干净点 我们这叫谈恋爱 谈什么恋爱啊 你们这叫黑幕知道吗 还敢跟我们玩黑幕 你上网上看看去吧 多少人骂我们 黑幕我们是认真的 少爷 别跟他置气 杨树梁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不让我得这个冠军的话 不带着我走的话 我跟你说 我让你出不了门 听到了吗 哎呀 吓唬我 对 你们仨人吓唬我 是吧 是 好 我服了 请坐 这还差不多 来来 你也坐 你也坐 既然这样 咱们今天呢 就来一次公平竞争 命题由我来出 比如说你们的前女友 和一位比你们帅十倍 风流倜傥 英俊潇洒的一位帅哥 走在海滩上 那个人就是我 你们这段戏应该怎么演 宋小峰 开始 谢谢 放弃了 没有啊 往这演 开始 哇 顺驴哥 你看 海景好美啊 站住 放开那个女人 小峰 你 你怎么来这儿了呢 张小斐 原来你和我分手 就是因为她 小斐 他是你前男友吗 地上那坑 我是张小斐 前任 被胎 他怎么能是备胎呢 他是千斤顶 我换备胎的时候拿他顶一下 此情此景 我想一时一手 我的前任女友 把新欢找 往日的情意忘记了 又问你这事怎么办呢 杨树林 你吃吃我的大飞脚 爸爸 停 演的什么玩意啊 赛事会啊 武打片啊 都怪我入戏太深 都怪别人说咱们土 你看看人家是怎么演的 准备 开始 张小斐 我认识啊 我 不 哥呀 他是来追我的 还是来追你的呀 追你的呀 小斐 我跟你开玩笑呢 小斐 他是谁 你不用说 我已经猜出来了 你的把鼻 长得好年轻哦 什么把鼻呀 他是我男朋友 男朋友 你过来小斐 你过来 你再骗我 你再跟我开玩笑吧 小斐 其实我知道 你的心里一直很喜欢我 我也很喜欢你呢 不是你看 你用眼睛看着我的眼睛 此时此刻 我的眼睛看到 你的眼睛里有我的眼睛 你的眼睛可不可以看到 我的眼睛里有你的眼睛 我的眼睛看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 你眼睛看什么呢 小斐 我看你妹呢 我看你妹呢 我看什么 这种人不想打的 小斐 我没有想到你这么欺负我 你要是再这么对我的话 我今天就死给你看 肥小斐 你欺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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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停 我说 看看你们俩 这演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要是你们这出身不行的 真就是不行 差的太多了 你看看 新二代是怎么演的 准备 开始 你还好意思问我呀 我还想问问你呢 哦 跟我分手 就为了这个玩意儿是不是 没想到啊 小斐 分手之后 你现在是一个收藏家呀 你让大伙看看 这找这都什么人啊 梁水灵 你过来 就今天就现在 把小斐还给我 你开个价吧 我告诉你 欢二代 真爱 是用钱买不来的 没错 我给你五十万 我给你一百万 你滚蛋 两百万 五百万 成交 谢谢 哥哥你这么有钱吗 不是 我以为他还能往上喊呢 我们家钱都这么挣来的 你知道 行了 郭麒麟 你没有必要这么羞辱我吧 你不是想知道 我到底喜欢谁吗 好 我今天就告诉你 我只喜欢你一个人 我张小斐这辈子 最喜欢的人就是你 行了吧 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相见的时候 那是我们小学五年级 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 张小斐 你这辈子 一定要嫁给郭麒麟 不为别的 就因为 你爸是郭德高 停 好 小斐 恭喜你 恭喜你 下面我宣布 第三季 我的搭档 就是 张小斐 谢谢大家 谢谢 哥 那那个 你到时候给我好好讲讲 你怎么是从助演 一路奔到主演的 好不好 就两个黑幕 走 黑幕 不是哥 那你那个打枪的胖胖胖胖 你这就走了 我回去全交给你了 那不行啊这 爸 啊 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呢 怎么了 您不说好我第一吗 别着急孩子啊 这事好解决 刚才卖张小斐 不是卖了五百万吗 爸再给你添底 第三季买进来 第一名到第五名 全是你一个人的 太好了 好不好 哎 我给你我先准备准备 你擦的事 这没事啊 五百万啊 五百万啊 又到了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 爱心团队的义工们 又再一次来到了 东城区敬老院 为可爱的老人们 献上自己的一颗 赤诚敬老心 爷爷 您再泡会儿 不泡了 哎呀泡一会儿 我听说呀 这泡脚能改善血液循环 姑娘 我怎么听说泡脚得用热水呢 爷 冻死我了 爷爷 我大意了 我去给您换盆水去 潘大爷啊 这个是我们新来的不专业 崔大爷 你看我够不够专业 专业 小伙子 大爷按了四个半小时了 歇一会儿吧 大爷 我不累 哎呀 那小伙子 那咱能不能换条腿按呢 大爷 您这条腿 已经有很严重的这个肌肉硬化 别看我捏了四个多小时 可他却依然这么硬 硬吧 嗯 小伙子 大爷一直没告诉你 这条腿呀 是甲质 能不能二会儿沾的呀 行了行了行了 小伙子啊 那个你们的心意呢 我们都领了啊 回去休息吧 咱们有缘再见 那行大爷 那咱们就先走 好好好 大爷祝你们身体健康 再见 谢谢谢谢 慢点 我送送你们 送送他们 慢走啊 哎呀 老张 哎 人走没 走了 走了好 老陈 换音乐 是 天光的黑龙 停 老潘哪 刚才两个义工在 我没好意思问你 今天找我来有何贵干呢 没有贵干 我就是看看你这身体啊 还挺不挺得住 我呀 还挺得住 不过我听说你最近心脏 跳得贼一块呀 怎么的 身体扛不住了 哎呀 托你的福啊 现在好了 不仅跳得不快了 有时候啊 还偷摸挺会儿呢 你呢 听说肾上长结实了 这家这玩意糟醉呀 你要等待了吧 托你的福啊 现在啊 不仅不等待了 有的时候还不请自来呢 为了庆祝你这个不请自来 我们哥俩给你谢首歌怎么样 什么歌 哎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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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那老崔头那玩埋去呢你 能不能说点正事 找我干啥来了 行 行 行 杨归正传啊 快说 省城啊 过两天要举办一个 老年人的喜剧大赛 你听说这事没有啊 什么比赛呀 叫欢乐喜剧老人 哦 这节目我听说过 都谁参加呀 有王老力 王老力 老麻花 老月月呢 哎 死死了 要我说呀 没听到那会儿 这人呢 就没法说你说 去年是不是咱 搁一块打麻将呢 完了 你说谁行的今年 就换了一家新老院 这些要不是有钱你说你 这老潘姐说话 能不能别大喘气啊 咋的 我刚想笑出来 你笑什么玩意你 我告诉你啊 敬老院有名人规定 说咱这岁数的老人 不让参加这次比赛 反正我是去 我不知道你敢不敢 老潘头 只要你敢 我就敢 哎呀 老崔啊 咱可不是六七十岁的小孩了 说话得算数啊 老潘 我崔之家从小就不服管 咱敬老院 不让抽烟我抽烟 不让喝酒我喝酒 我怕啥呀 哎呀 不怕头 那我来来敬你一杯来 老潘 你记住咯 在这个敬老院 我崔之家 谁也不怕 好的院长 我现在就去内幕看一下 我吃 下棋呢 下棋呢 陈大爷 那个音乐关一下 关一下 我来说个事啊 这次卫生评比标准已经出来了 我们这个屋是最差的 各位大爷们啊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要把咱们敬老院当成自己的家 潘大爷 潘大爷你干啥呢 你怎么还吐痰呢 你把养老院当自己家了 不是 那我是当是不当啊 不是 潘大爷 你要再这样 我告你孩子去了啊 你干啥呢 我撑了不完了吗 没有了都 来来来 大家都动起手来好不好 打扫卫生 来 咱们一起收拾一下 来来 对对对 等会儿 这是什么 嗯 怎么还喝酒呢 不是 这个吧 这东西是我们排练文艺节目的道具 对 道具 排练文艺节目 潘大爷呀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这次比赛你们去不了 这种体力活啊 你就交给那些六七十岁的弟弟妹妹们干就行了 我呢 就是想参与一下 参与啥呀 你现在说话都不利索 你去那干啥呀 怎么的 我几十年那基本功白练了是吗 还话都说不利索 非得给你展示一段绕口令呢 听好了 说 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手里头滴了这五斤塔嘛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 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滴了塔嘛的喇叭 要拿塔嘛去换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 哑巴说行 哑巴也不会说话呀 哑巴举双手赞成 你干啥了 潘大爷你坐那去吧 不就你们这水瓶啊 你就在这好好待着啊 走了 慢点啊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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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接着聊啊 我说到哪儿了 你说你啥也不怕 对 我啥也不怕 你可拉倒吧 你啥也不怕 刚才护士来跟你像那样你看看 不老潘你怎么什么事都跟我比上的呢 怎么的我跟你比什么时候舒服 咱俩比下的啊 比就比 啤酒 啤酒 没意思 这个 一瓶 敢不敢 这个 一弹 敢不敢 那行 那咱俩就比一下吧 比就比 潘大爷 潘大爷 你干啥呢 你还喝酒啊 不是 他也喝酒 你没看着吗 崔大爷 不是 我这是水 这个杯子 这个杯子 还挺烫嘴 人家那是水 我这个也是水 哎呀 我听说呀 多喝这水 对身体好 哎呀 干了 人家干了 人家干了 我这是酒 你给你拿走 快点快点快点 是酒 你怎么还喝呢 大爷们 你说你们能不能给孩子们省点心啊 我告诉你们啊 一会儿子女会 我就要把这些事情都向子女们反映一下 你说这些 干啥 对了 说到这个子女会 你们都通知自己的孩子们了吗 我儿子有事儿 来不了 我儿子来不了 有事儿 有事儿来不了 我儿子 我儿子来事儿了 有不了 说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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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陈大爷你干啥去 那个护士 我们儿子不跟你们仓和了 没事儿 我把你女儿找来了 扶我一张 来来来来 老陈 来来来 赶紧 赶紧准备一下 马上就到 快快快抓紧她吧 准备一下啊 抓紧抓紧 来 下面 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子女们入场 那个陈大爷 今天呢就是一年一度的子女会 每到这个时候 就是几家欢喜几家优啊 下面我来点名 老陈的女儿小陈 在 老张的儿子小张 老潘的儿子小孙 到 谁他妈的信儿 好好 那个潘大爷 来 来你来你来 咋的 你俩站一块我看 啥意思啊 咋的啦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没问题 来来 回去回去回去 好 那个继续 啊 那个我是老崔的儿子 小崔 你等会儿 啊 你是谁的儿子 我说我是崔之家的儿子 我的 潘大爷 啊 再麻烦你一下呢 老麻烦我呢 找花干啥呀 对 干啥呀 干啥呀 哈哈哈哈 妈呀 这咋回事呢 我有点懵圈了 没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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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孩子 好好好 不是老潘哪 73年的时候 你认不认识一个 叫我王小梅的女的 不认识啊 来来来 咱们啊谈下一话题啊 我想问问各位老人 咱们敬老院的宗旨是什么 稳稳当当 安度晚年 没错 可是你们稳当吗 最毛躁的就是你们了 跟你们说一下啊 以潘大爷和崔大爷为首的 这几位大爷 要开着摩托车去省城参加比赛 我们想拦都拦不住啊 这事说的干净啊 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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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乎 不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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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一个一个说 别着急 来 你先说 那我先表个态啊 这事 我可不同意 我也不同意啊 身体重要 我的意见也是 不同意 哎呀你坐下吧 不一定是谁儿子呢 不是爸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呢 不是啊 这事现在还是在乎 是吧 是吧 好了 我说两句 去不去的 我不管 那这万一要是在去的路上 出点什么意外 最后遭罪的 是谁啊 爸 我还有事 我先回去了 需要钱呢 给我打电话 啊 我也走了爸 好好在这小福 有事打电话啊 爸 我也有事啊 爸 我不同意啊 大爷们 这个孩子们啊 也是为了你们着想啊 现在时候不早了 早点睡觉啊 熄灯 好 我来到这儿了 你 我来到这儿了 你 你 我来到这儿了 你 我来到这儿了 这个老龄化人不是我们将要面临的一个人 他从小的梦想就是当年 很多老年人选择到养老片都有 人为什么要活着 各位听众朋友们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今天是你们余下生活中最年轻的一天 所以有梦想的话 你就去追吧 老龄啊 我要去逞腾 你敢不敢呢 老牌 我说过 只要你敢 我就敢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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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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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就算把现场翻个顶朝天 也得给我找出凶手 警官 怎么样 有什么进展 你先看一下 我们用技术手段进行了分析 凶手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应该与二一一一杀二案的性格 凶手是同一个人 嗯 从理论上来讲 那从实践上来讲呢 从实践上来讲毫无头绪 你干啥呢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头啊 那个实在不行 就只有请他们出山了 你是说超级神探吗 在哪儿 他们就在这儿 在哪儿 哎呀 二位神探 二位神探 你们终于来了 这里留下我一个人 其他人撤离 哎 怎么回事你啊 还拍呢还 啊 你们撤离现场 能那么撤离吗 那不破坏现场了吗 破案最重要的就是 保护现场 这都不知道吗 业余 瞎呀 弄到玩处那儿也看不着啊 那个捡两个碎片去看一看查查有没有指纹啊 那个头啊 咱们案情进行到哪一步咱们 哎呀 我们现在非常的苦恼 死者离奇地死在自己的家中 而且最奇怪的是 门窗没有任何撤动过的痕迹 一个案件怎么会如此蹊跷呢 熟人作案 对呀 我之前怎么没有想到呢 啊 二位神探 他们是如何作案的呢 那好吧 给你简单的演示一下熟人作案啊 熟人作案 我死不瞑目啊 啊 起岸啊 哎哎哎哎 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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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二位神探啊 那个你们刚才这个描述非常的好啊 但是是不是有点过于简单了呢 因为它即便是熟人作案 它总得有点杀人动机啊 对 再来 忽略了这点 忽略了这点啊 明白了明白了 再来一次啊 好 谁啊 是我呀 佳枪 佳佳呀 老仇人哪 你找我干啥呀 没啥事 过来瞅你一眼 你瞅啥 瞅你咋的啊 不行 噗哨 没想到 是因为老仇人瞅了一眼把我干死了 那那那那那 死不明不我 解岸了 大哥 回家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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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神探 你们刚才这个分析好像有点不太合理啊 怎么不合理啊 你看啊 你们刚才说的是 你瞅啥 我瞅你咋的 这种情况只有可能发生在东北 而我们这位死者 他是一个南方人的 南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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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略了 忽略这一点 对对对 明白了明白了 再来一遍 是谁啊 是我了 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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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做什么 没有事情啊 过来 瞅你一眼 你瞅啥 瞅你咋的 不行了啦 我让你扑开啊 没想到 是是是是 南方的老瘦人 然后这瞅了一眼 就把我干死了 都死不瞑目啊 破案了 八哥 停停停停停 二位神探 你们刚才这个也不太合理啊 怎么了呢 资料上显示 据邻居反映 死者在遇刺之前 从这个房间曾经传出过 推杯换盏的喝酒声和争吵声 喝酒吵架 这事合理啊 喝理 咱遗漏了 来来再来一遍啊 来来来来来 谁呀 是我呀佳佳 佳佳佳呀老仇人哪 找我干啥 没啥事过来瞅你一眼 瞅啥 瞅你咋的啊 瞅我你好像能喝过我似的 咋的啊 喝点啊 喝点啊 喝点就喝点了 来 大哥大多长时间没见了 哎呀这家大半年了吧 今天多喝点 多喝点来来来来 我敬你 我敬你 我敬你呢我在下边 我在下边 我在下 大哥 怎么的 怎么的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 我瞧不起你咋的 没想到一位老仇人 喝酒瞧不起 干什么玩意推我你 不是 两位神探来 又怎么了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你们这个推理完全不合理呀 怎么不合理 我有一个疑点 一直深深的困惑着我 嗯 资料上显示 在这个餐桌下面的地面上 留下了两滩人类的汗液 你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流汗呢 我 我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会流汗 身体虚弱 体虚 虚 大牌 嗯 说到虚 你有发言权呢 我 倒是虚 但是我也没出过一滩呢 对呀 怎么能出现一滩的汉液 出现一滩 我明白了 心虚 心虚 对 你不明白了吗 不明白 展示给你看 演示一下 来来来 哎呀 大哥 我真羡慕你啊 有一个这么幸福的家庭 哎呀你羡慕我 我还羡慕你呢 这么年轻 娶着这么漂亮的媳妇 哎 大哥 羡慕别人媳妇可不对啊 怎么的 你还能对你弟妹 有啥想法啊 哎哎哎 哎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啊 不能 那个 哎呀这设计得不错 大哥你是不是心虚了 不是不能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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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弟妹的感情 绝对经得起推敲 我跟弟妹 就跟你跟你嫂子的感情是一样的 那那那那你 你俩应该 没啥事 你没骗我吧 是 我没骗你 大哥 你不是也没骗我吗 那对 那就行 就 Seg 两趟两趟够了够了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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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瞧不起咋的 噗痴 我没想到是老熟人 然后喝酒 然后瞧不起的 然后出筐的 出两块汗 然后把我给杀了 我这死不明目 来来 等一下 等一下 但是资料上显示 死者死的时候 怀里抱着一个玩偶 这么死 好孤独啊 我怎么才能死的不孤独呢 呃 玩偶跟哪儿呢 玩偶在卧室里 卧室你倒不早说呢 这玩偶好沉啊 这 我终于可以死了 没有什么心愿了 大哥 这回破了应该 是吧 来来来 停 停 咋的 行了 什么呀 你们俩刚才是干什么呢 啊 你们废西子完全不对呀 你们两个是我看到过的 最差的侦探 来人 好 这个案子是破不了了 现在我宣布 此案为悬案 暂时封存 收队 是 等一下 下 我觉得这个案件还是有蹊跷 大牌神探 还得麻烦你一下呀 假如你是死者 你在死之前 会留下什么样的线索呢 假如我是死 有了 快 好好 不行 你坚持住 不能死去 我要在离死之前 留下线索 告诉世人 凶手是谁 对你要坚持住 我坚持住 快 留下线索 在哪里留下 我要在这里留 这里不大合适 不大合适啊 换个地方 换个地方 在哪里 快 时间来不及马上就要死了 在这 凶手是头儿 头儿 什么是头儿 头儿 用北方话说 就是头儿的意思 头儿的意思也是老大的意思 在这些人当中 只有你配得起这个头字 所以凶手就是你 你 这怎么可能是我呢 不是你 你紧张啥呀 怎么还出汗呢 这汗出的 不不不 没有啊 你是不是心虚呀 我没有心虚呀 那你是不是撒谎了 我没有撒谎啊 你是紧张了吧 我没有紧张 你不紧张 你杀人干什么呀 我杀人 我杀人是以为他这个 听见没有 他说他杀人 绑起来 快抓一个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我明明杀了他之后 我看着他死了 我才走的呀 他哪有时间写字啊 没有错 字是我们写的 刚才又陪你演了一场闹剧 做到所有这一切 都是为了把你炸出来 不对 那也不合理呀 那你们两个 为什么会怀疑我呢 哈哈哈哈 因为你找了我们两个 来侦破此案 全场那么多一流的神探 为什么不找 为什么找我们这两个 最迷糊的神探呢 但是你慢慢没想到 今天我们俩却一反常态 让这个案件水落石出 现在我宣布 破案 破案 哈哈哈哈哈哈 在这座充满罪恶的城市里 一直都有两位 英俊神武的守护者 他们用异于常人的方式 掩盖住了极其丰富的智商 他们就是 超级神兵 啊 大哥 太帅了 三婚的酒店 七婚可怕变 爱变 这爱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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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今天的早餐上到这儿 都下去吧 那两朵花留一下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 跳舞不会跳吗 老师 我俩不是学舞蹈的 我俩是来应聘的 我俩来应聘的 应聘的 应聘斧头帮 对 你们二位真是来得巧啊 我们的老大马上就到 让我们欢迎 斧头帮老大 这下红红红 莫人一重 满重远光 这下红红红 我绝不碎 往后汗 翻天覆地我 定我 舍自我的宽伦 这空我信属 暗光的地狼 下来吧 首先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们斧头帮的老大 这位就是老大嫂 老大好 老大嫂好 听说你们两个是来应聘的 是吧 对 应聘的 听说还拿了应聘起誓 对不对 啊对 全是在这儿呢 不看 咋知道呢 可是我们的应聘起誓上并没有写地址 你们两个是怎么找到的呢 不是 它是打听外一袋打听过来了 打听过来的 大嫂啊 此事蹊跷啊 何止是蹊跷 一定是有鬼啊 没那么简单 咱俩想一块去 大嫂早就想到了 大嫂早就想到了 大嫂早就想到 你们两个就不能让我代表斧头帮说几句话吗 说什么时候说 你有什么资格说话 我告诉你啊 孙富贵 你在我们斧头帮没有任何的地位 在这里爱呆呆不爱呆就给我滚 滚 我告诉你 在上海滩 你是唯一一个敢这么跟我说话的人 大嫂让你滚哪 行 你说这大哥他有点放荡不及的样子 小子啊 说吧 你们两个是不是菜刀帮派来的 不是 没关系 那我们来做个测试 来人 上家伙 算什么家伙 这里有一根黄瓜 你把它给我切了 我切这晚上干啥呀 你不切它 我就切了你 不是 你说我切这晚上 切三人还切片 算了 我自己定吧 还是 打得干啥呀 我切了你帮我干啥呀 你帮我当哥干啥呀 一个男人 拥有如此好的刀工 还说自己不是菜刀帮呢 不是呢 你这 我这 你切了它 你切了它 大嫂 我不会切菜 你不会切菜 那你应该不是菜刀帮的 我不是 既然不是菜刀帮的 我们就是朋友 来 把我们共同的敌人杀了 杀谁呀 他呀 他是我大哥 我下不去手 你不杀他 我就杀了你 不然他先绝对我不想你 动手 我 大哥 咱们俩 从小一起长大 没想到今天 要面对这样的事情 弟弟 我们共同经历了 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原谅哥哥 不能陪你走下去 大哥 先走一步了 小 你俩 你俩子啊子啊 干啥呢 逼爆个死呢 不是 大早是这样的 我大哥不是又死了吗 我想抒发一下 我内心的情感 对你难舍难分的 那你现在抒发完了吗 我抒发它差不多了 动手 不是 行行 我先叫动手 音乐停 鸡沙的光阴 消在风雷 鸣嘴 大哥 这回没有音乐了 我也没什么情绪了 大哥 没招了 这次 真动手了 大哥 我这就送你上路 慢点 我说 大早 我大哥他说 我大哥他什么都说 我 问他啥了 我啥也没问他说啥呀 大哥 你要说啥呀 谢谢不用你了 不用你了 来来来来 我来我来 我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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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来来来 大嫂你为啥非要杀我大哥呀 我大哥真不是菜刀帮的人 不是 不是 那你们倒给我一个不是的理由啊 不是 不是 有了大嫂 他不是菜刀帮的老大吗 他收人有一个规定 对 但凡比他帅的人 他一律不收 啊 对 比他帅的他不收 对 那你为啥不去呢 他们还有一个规定 太丑的也不要 啊 这就合理了 好了 你俩下去吧 但是 你们想加入我们斧头帮 你们还缺少一点最重要的东西 啥样 那就是狠 大嫂 不是我跟你吹哦 逢年过节 我们村的鸡 都是我杀的 鱼鳞 都是我刮的 太好了 来人 来上来 我们菜刀帮是不会向你们斧头帮屈服的 要杀要剐 西庭尊便 少废话 这个人就是菜刀帮 安插在我们帮的卧底 你 哎 把他给我处理了 处理 刮铃囊 去你 大嫂我干不出这事了 你 你来 你不要去 来来来 给给给给 我来啊 你不一刀捅死他 我就一刀捅死你 不对吧 就一刀 那个 兄弟 那我要捅死你了啊 上马过来吧 行 一刀就一刀行 就一刀 就一刀就一刀 别别别别 等等这儿 捅这儿应该一刀捅不死吧 对 那那啥我捅你心脏行不行 来吧 这是不是你心脏 来吧 捅这儿捅 就捅这儿 行 兄弟 好像有点扎歪了 你这样 能够帮我比例一下的 心行 你帮我比例个心 对对对 就捅这儿啊 行 张兄弟 这个是不是心脏的啊 是 那我就扎这儿了啊 对 就扎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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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就扎这儿 就扎这儿 就一刀一刀 就扎这儿 我大哥扎死我了吗 我求你 你杀了我吗 太吓人了 他说得一刀毙命 没事 你随便捅一刀 我自己想办法死 你自己想哪办法呀 我能费 来用枪 用枪杀死他 有枪啊 有枪大方 你不总拿出来 兄弟 这回我有枪了 怪不得 你负我了 来吧 兄弟 我这就 送你上路 慢点 你把枪给我 不行大哥 这今天听我的 大哥 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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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的呀 帮他瞄准呢 啊 啊 老弟 老弟你都看你干了些什么你 你把枪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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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回 你给我一回 躺着眼中枪啊 兄弟 我放心 绝对不打你了啊 来来你把枪给我 你听我 你把枪给我 你给我 不是我 大嫂 不是你们两个把大嫂打死了 我枪走过 我大哥是不会原谅你的 大哥 大嫂死了 大哥大哥对不起啊 大哥 不是你看到这样 枪走过 千万别跟我小 我两边 谢谢二位 大哥 我怎么蒙圈了呢 什么情况 二位有所不知 自古以来 我们斧头帮都是终于之邦 但是自从这个女人的加入 使得我们帮妹乌烟涨气 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我敢怒不敢言 但是今天二位兄弟帮 我铲除了这个恶人 我代表斧头帮 感谢你们 没事 举手之劳 举手之劳 大哥你被他欺压这么久 你怎么不反抗呢 咋的怕媳妇啊 哎话不知词 怕到不至于 就是有点恐惧 还不知二位英雄 尊姓大名啊 哎呀 在下许文强 在下 英力 没张脚啊 腿扔我腿 我自己回去走 这 快点走 没张脚啊 你是不是有病 咱俩都是囚犯 你推我干什么玩意啊 二哥 咱俩是来救大哥的 快点走 没张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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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北方 中国北方有三兄弟 以江湖仁义著称 大哥身陷牢狱之灾 二哥三弟为解救大哥 展开了一段 营救大哥的故事 快点走 没张脚啊 我告诉你俩啊 牢房到了 都别给我找事 在里边好好待着 不然的话 没你俩的好果子吃 老头 干啥 我有一点不明白 囚犯也是人 凭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呢 凭什么这么对你们 你不明白啊 我不明白 你呢 明不明白 哼 不明白 那我就让你明白明白 你明不明白 明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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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是他置疑的 你你打我 我明白 明白 我告诉你们 在这儿 这个才是权威 明白没有 哼 不明白 哎呦我呀 你明不明白 明白 明白 明白了你不告诉他 你不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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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告诉他 不告诉他 我告诉他还不行吗 明白了都 是 别给我找事啊 老头 干啥 我有一点还不明白 你听什么说的 那个没事就没事了啊 你忙忙忙忙 忙你的忙你的 去去 是 怂 什么玩意儿是怂 咱不为了救大哥吗 是为了救大哥 咱 咱俩得有底线呢 你在 哎二哥 咋的呢 你这草怎么在动啊 怎么回事 啊 谁 大哥 三弟 大哥 三弟 大哥 你看 谁还来了 我怀念过去 这东东万万人 始终有网坠 三弟 快介绍一下这位是谁 不是 不是啊 大哥 他是老二 大胖 老二大胖 老二啊 你怎么变样了呢 我 长个儿了 是 你看 确实长个儿了 没想到长 哎呀 这回好了啊 你们终于来了 我终于有救了 三弟 还记得我们曾经的口号吗 当然记得 记得 兄弟齐心 没有想到我老二 你们干啥呢 干啥呢 啥也没说 没事 没事啊 我说个事 刘老大 在 刑满释放 开什么玩笑 谁跟你开玩笑 刑满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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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满释放喽 你挨什么挨 挨什么挨 挨什么挨 别找事啊 三弟啊 嗯 那个大哥 是不是逃跑了呢 二哥你说什么呢 以我对大哥的了解 大哥那是肯定逃跑了呀 那那那咱俩咋办呢 这样一会呢 机会有人来救咱们 是吗 什么时候来呀 马上就到 耐心等待 好 哎 有人来看你们了 来了 进来 来 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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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为了救老大 要在这里关五年呢 你这不是让我 受五年的活挂吗 你看看你啊 被折磨的 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你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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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 我在这呢 嫂子 我是佳佳 哎呀 哎呀 哎呀不好意思啊 嫂子刚才有点失态了 没事 给你赔个不是啊 没事嫂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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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我这 哎呀 行了 哎呀 这可以了 道歉啊 大潘 媳妇 大潘 媳妇 看到你们没事啊 我就放心了 那个 我怎么感觉好像少点什么呢 我知道你们少点什么 你们少那个 哎呀 知道你们在牢里肯定吃不好 所以我特地做了你们最爱吃的 馒头 饺子 下次再给你做馒头 佳佳 这是你最爱吃的鲍鱼龙虾菜馅的 谢谢嫂子 这是你最爱吃的韭菜馅的 哎呀 俗话说得好啊 好吃 不如饺子 坐着不如抖着 那我们就抖着吃饺子 对 抖着吃饺子 哎 来 趁你们吃着我们说点正事啊 这次佳佳叫我来呢 是为了协助你们越狱 我的计划是这样 那不有个栏杆吗 你不是练过铁沙掌吗 一会儿你用铁沙掌把栏杆大舌 然后呢 你从这边走的时候 我们从这儿趁你溜走 怎么样 看我的吧 是这个吗 对 就是这个 瞧好吧 这 给你 打 嫂子 好意思 铁沙掌掌啊 是不是 佳佳呀 以后的事情就靠你们了 一定要保重身体 注意安全啊 我们后会有期佳佳 知道了 嫂子 走了 我怎么感觉好像少点什么呢 哎呀别想那些了 快走啊来 哎 等等等会等会 那个怎么了二哥 二哥 我跑的慢让我先来啊 不是 二哥我先 不是不是不是我先来 我慢着那跑等你 快点 你要干嘛 你快点回来 回来啊你快点 非要粤语怎么劝都不听 你跟他说吧 我睡会儿叫 我怎么怎么跟你说 你都不听呢 怎么就不听怎么就不听 怎么就不听 不不不不 我在那边好好逮 我们那个就是就是那个 我还得休 睡你觉了你 干啥呀 什么玩意干啥呀 不得越狱嘛 那睡着 对对对 越狱 你不说我都忘了 这样 二哥 我有个办法 那个 一会儿呢 咋就装病 一装病嘛 老头肯定送那里去医馆呢 让他去医馆的路上趁机逃跑 行 行不行 装病行 但是能不能商量呢 你来装病 为啥呀 二哥呀身的薄 都扛不了揍了你知道吗 行吧 二哥 老头 干啥 我二哥生病了 你生病了 他他他他他有有结石 你有结石啊 嗯 那你拿给我看看 大哥结石 拿给我看看 给人家看看呗 那个 你拿给我看看 不是这玩意在里面走 你拿给我看看 我不太好拿 你拿给我看看 给我看 拿给我看 你拿给我看看 拿给我看看 拿给我看 拿给 来来来给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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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看 妈呀 二哥你真有节食啊 我也不知道啊 他一打我我一着急 一使劲就吐出来了 突然有还挺舒服的我 大盘啊 多喝点热水 注意休息 从哪儿出来 二哥 这样吧 咱们换一个方法 别别别别 李会儿子我们 那等会儿那个 别别别换方法了 那个二哥有一个方法 是吗 什么方法 快说 我们等着刑满释放吧 还得五年了 谁等呢 照这种方法的话 这二哥小命就搭进去你知道吗 怎么能搭一下 二哥 有我的聪明材质 他们一定逃出去的 连我还不相信 你看啊 二哥 这是一个空墙啊 怎么的呢 咱们把它墙砸漏 从这就可以溜了呀 对呀 妈呀 那这 这牢网里边 啥也没有 够啥窍啊 是 有两块石头就好了 不是 这 我这实在是不行了 我吐不出来了 就一块 你这一块也没有了 吐不住了 来 手 被 穿 别 走 不要 别动 别动 别啊 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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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 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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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哎呀 二哥 我知道你肯定有六 来 我挺喜欢这套鱼 干啥呀 那个几位老头大哥 我肚子里边没啥了 你知道吗 这最后一块石头不能再打了 我没啥可吐的 救命 爸 我回来了 爸 你在哪呢 我今天可没有时间 给你藏猫猫啊 端简出来 出来吧 爸 你干啥呢 藏猫猫呗 没找找吧 找什么找啊 你今天是不是没吃药啊 你这瞎扯 我连明天药都吃了 那你就是吃多了 咋的 我今天跟你说个正事啊 是这样的吧 前一段呢 我认识一个女孩 挺靠谱的 人子这次带回来让你看一看 一会女孩来了 千万别提我的初恋 第二点呢 千万别提我小时候那些事 我全都写在纸条上了 一旦忘了 看一眼 好好好 佳佳 小飞 你怎么才来呀 我不第一次来你家吗 我打扮打扮 你看 我有什么变化吗 加眼睫毛了 你再看 透口红了 我做美甲了 好干吗 真跳啊 来小飞过来来 见我爸 爸 这是小飞 这是我爸 叔叔好 我也不知道您喜欢什么 我就随便买了点 你看姑娘来来呗 带啥东西 试一下啊 懂事就是 我看带不带苹果 带什么苹果呀 这是小飞的 这是给您的衣服 拿错了 坐坐坐 哎呀这孩子 爸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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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几口人啊 我们家三口人 那你妈你爸都干啥工作的呢 我妈是卖水果的小贩 哦小贩 那你爸呢 我爸是城管 你爸追的你妈吧 是不是真幽默啊 我爸就这样特别幽默 这点跟我家一样 我追的你阿姨 对对对 这点家家随我 我随我爸 高中刚毕业就开始追女孩 一追一追 聊点别的 聊点别的 家家小时候啊 你干啥你怼过你 忘了 你抽烟不 抽什么烟抽烟呢 什么 你这一块热一块抽烟 你到底要干啥 我是正聊天 不是 家家平时老说你 是吗 花你啊 对 花你聪明 善良 漂亮 我说的 都不好意思了 说的是我吗 那咋不是你呢 就是你 贾铃 打的 叔叔啊 我不是贾铃 他不是 打的 叔叔还能认错呀 前两天你还在我家住呢 前两天还在你家 咋的就是吗 打的 就你 你跟家家就睡在这屋 这家早上起来可晚了 饭都不知道咋做我呢 这玩意 这没有 家家 你过来 过来 贾铃是谁呀 贾铃是我大学时女朋友 大学的时候到现在还有联系呢 早就不联系了 我爸他有肩膀症 把事都记乱了 谁信呢 真的 贾铃你听我解释 你看呢 海顺美的事 我自己也忘了 你别给我解释 小斐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小斐你听我解释 小斐你听我解释 我走了 小斐 走吧 你走得越远越好 永远都不要回来 好 这是你说的 但是 请你走之前 把偷我的东西都还给我 我偷你什么了 你偷走我这双 喜欢注视你天使面旁的双眼 喜欢聆听你漫妙声音的耳朵 还有这颗爱你很久不变的 我的心 贾铃 好感动啊 贾铃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小斐 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那你以后 不可以再提贾铃 嘘 我不想听到这个名字 讨厌 走 这样吧 爸 爸 爸 你 你说点高兴的 是不是 高兴的 是不是 哎呀 这做作啊 姑娘 这叔叔啊 岁数大了 竟提一些沉执麻烂鼓的事 没有 没有叔叔 我也好奇问一下 我跟贾铃比怎么样啊 贾铃呢 是聪明 善良 漂亮 你那是聪明 善良 诚实 就是不漂亮呗 要不说你诚实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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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说说啥呢 你平时不是喜欢照相吗 你给我俩照张相吗 对对对 照相相 我爸平时就爱照相 照相特别好 来 让我爸给他俩照张相 对对对 照相好 说不准上相呢 帮你照相 来我给你洗出来 我给你打印出来 我平时就这一个爱好 爱照相 是吗 我这照相全是他照的 来 走 看看 不是叔叔 怎么还贴墙上了呢 对呀 你不知道 叔叔啊 记性不好啊 叔叔习惯把记忆贴在墙上 这样吧 诶 那怎么还写个9呢 对呀 不明白吧 加上这把子呀 你这还是第9个 九九归一吗 诶 要不叫你小九吧 我先走了 不是 小白你 你听我解释 哦 我不用听你解释 这八个女孩 见一面就活了 没关系 我不在意 小白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我走了 你走啊 你走得越远越好 永远都不要回来 崔志佳 这是你说的 但是 请你走之前 把你带来的东西 全部拿走 啊 你是说我送给叔叔的礼物吧 不只是这些 还有这段时间里 你带给我的开心 幸福 快乐 以及我身体里 被你深深吸引 而又无法自拔的 我的灵魂 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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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动啊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小斐 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那我再相信你最后一次 好 爸 你过来 你别瞎说了 这次小斐来呀 主要是聊我俩的 浑事 对 浑事 浑事 你俩没意见 叔叔肯定没意见 对 但是结婚是大事啊 得认真呢 对对对 佳佳 你这次确定不是闹着玩的吧 我哪次是闹着玩的呀 李雷那次吗 不是 李雷吧 李雷是我发小 那次真是闹着玩的 那天他俩喝多了 非得说要结婚 后来就没信的 这只家 李雷又是谁呀 李雷是我发小 那是个男的 我俩啥时候没有 那天喝多了 开玩笑说的 不是 你怎么还不相信呢 李雷是男的 他有女朋友 他女朋友叫韩美眉 不是 你怎么还不相信了呢 这李雷不来 我还没法给你解释清楚了呢 谁呀 李雷 来的正是时候 当面给你解释清楚 哎呦 我的天哪 来的太是时候了 哎 佳佳 你走 来来来来 不是 你先听我说啊 哎 这个 就是我发小 是不是男的 我俩能有什么事 你牵我手干啥呀 那你牵的我嘛 那个 你来干啥来了 啊对 那个老爷子不是过来 在过生日吗 我过来看看咱爸 看看咱爸 顺便来看看你 顺便 哎 哎 你那个没什么事 你就先走 我家里听说 不是 改天咱们见面再聊好不好 不是你急什么急啊 我走就完了呗 怎么回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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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小小小 小飞 你听我解释 不是 不是 李雷我俩是发小的 不是 从小长到大 你听我说 二十年年了 我俩啥 家家 我相信你跟李雷真没什么 你们家现在的情况 又有点复杂 结婚的事情 我们俩冷静冷静再说 我先走了 不是 不是 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不是 我们家没有那么复杂 不是 我爸就是老的 我们冷静 我们冷静 让我走吧 好不好 你走了 走得越来越好 永远不要回来 但是 请把我家 厚的东西 不是 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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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干啥呢 我 我 我 行 我帮你留住他呢 你这是留人的吗 你刚才不就这方法留的吗 那是我 不是 咋在 插这一下啊 大风 不错 爸 第九个 第九个女婆都是你搅黄了 你想干什么呀 我没提醒你吗 忘了看兜里 兜里有纸条那两点 别提我初恋 别提我小时候的事 我提了 一直认出这两点 你想干嘛呀 能不能盼点我好啊 还有 你贴这墙照片是怎么回事 来 爸 你给我解释清楚 这八个女孩 哪个跟我有关系 不是这一面 叫你搅黄了吗 这贴的都是什么呀 来 爸 今天我就撕看了 来 爸 你今天给我解释解释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什么 这个 是你四岁的时候 过生日 第一次吃蛋糕 吃完以后 你就跟我说 爸 我能不能天天都过生日 这个呢 是你六岁的时候 我第一次带你去公园 你看这个兔子就不走了 非要带回家去 这是你八岁的时候 第一次换牙 这家哭的 跟个泪人似的 我就一直安慰你呀 我说没事 不疼不疼不疼 其实爸心里比你还疼呢 这个 这是爸写给自己的信 爸就发现吧 他这失忆症啊 越来越严重了 我就想呢 把咱俩这些有趣的事啊 全给记下来 爸啥都不怕呀 爸就怕把你给忘了 我也在牵挂 对 这是你最开心的事 这个 你小时候脾气倔 爱生气 一生气呀 就哄不好 但是一吃苹果呢 哎就好了 爸刚才是不是惹你生气了 你吃开苹果吧 吃开苹果吧 我愿意 你的心 你的心 我的心 你的心 我的心 我在牵挂 你也在牵挂 是你 是我的心 你满ana 我愿意 我渐渐满 是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